最全的溜红夫人思路教学 他知道先把我逼到一楼去 然后平地然后再交这个镜子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我就头铁进上二楼 那么这一波的话是比较亏的 这板子下下来 把这下来的话就逼他踩 或者说等一下 我们利用这个板子用来弹射 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他的话转过来 就把这板子踩了 那不管这板子的话继续盖 因为我们这板子 就是用来等一下下一波弹射 那么由于下这版本的话 是没有一个这个飞轮的 所以说的话 我们就只能靠这个拉点 那这边的话 我们一个小走位 非常非常细极 你看到没有要拐脚 然后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发现我的时候 我已经上了二楼 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高低差 那么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那么这的话 趁这个不注意 他马上抬镜子 或者说他非常非常稳 他这边闪现已经好了 那么咱们的话 就是去拉开这个距离 然后的话防这个闪现 看好啊 咱们不着急 这边的话看到这个情况 那么扭一下这边的话 瞬间瞬间垫掉他这个出道 然后这边闪现的话 他给机会了 那么咱们就直接上二楼 所以这波的话 是独红分给机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闪现空了 镜子也空了 然后我再逼一波 然后这边不到几番 这边的话可以直接进板 进板怎么进 大家看好啊 咱们最后绕一圈 不要直接进板 因为那位置的话 他离板子更加近一点 然后这边上二楼 然后我这边的话 再去逼一个镜子 看他们逼到 但这边的话好像逼不到 那么我们不管了 反正就上二楼啊 这边就尽可能去拖时间 这个时候的话 逼不到 我们就尽可能去 让他挂了久一点 但这边的话 电厂上电机就已经 三台已经够了 所以说红分啊 就是说他是遛不了的 你是没办法 因为这边板子也较光了 然后我们啊 弹射也弹不出来了 然后如果说你遛红夫人啊 你们按照我这这句话 就是说啊 只是镜子刀就是 你一般遛鬼啊 我们人有两滴血 对不对 两滴血一个闪现啊 你只要拖个啊 两个两个镜子 一个闪现逼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至少这把是平局 为什么说平夫人平夫人 你们很多这个人 就是说啊 在高端局的话 经常能平就他再烂 他也能平 但是你们自己平常玩 为什么为什么平不了啊 就是因为你们这个 后面的一个 保平的一个思路上面 就是有问题啊 那么像这边的话 他投镜子投这个杂技啊 那么的话杂技非常非常机智 今天往后说了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在椅子上 我们就观察 我们到底等一下死哪里去 那么这边的话 傭兵卡的血线非常好 卡的死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溜不了了 然后我直接往这个小房走啊 就不要卡这个电机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我想摊了一下 想干嘛 想垫掉他的这个 呃就是 镜子 然后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思路啊 这边的话哎 这边的话他防了一手 就是我这边联地很关键 因为这个魔术师那台的话 能够 能够开 而且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说我要 让这个魔术师传输给这个 离我比较近的这台电机啊 所以这是一个思路 那么洪富人这把这波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聪明啊 他知道等一下电机 他守不住了 那么他会利用这个开门站 把我秒了 但是哎 我们开局说过对不对 开局说过怎么溜啊 利用这个高低差啊 所以我们这一波的话 再去上二楼 我们就记住就认这个死里 因为你溜不了啊 所以说我们就认死里是什么 就上二楼 他这样进下就能空 那么这边的话 佣兵啊 佣兵被通缉了 但是这边的话等电机呀好 天机好之后 哎 这边佣兵没有就那么 咋气过来就那没关系啊 只要给个插刀就行了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情况 他学习一下啊 这边的话我们进进大房 然后这边的话直接直接冲啊 这边的话给个插刀 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输了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话有坦白加速 然后这边的话 我偏往左边走了一点 那这段话打到我了 没想到啊 然后不管了 我们继续上二楼啊 直接往二楼 从这边的话 然后的话 我本来想往左边走 但想想好像打不到我 那么这边的话 他就直接传走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对不对 禁止空了 禁止的话 再利用加速 他不敢打 或者说这个 他没那个把握 所以他就直接传送走 那么这边的话就不用说了啊 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啊 我们开门战就已经拿下了 然后那波的话 刚那个翻个板子 就下来做翻本板子 感觉要往再往右边扭一点点 让他空一刀啊 就你尽可能去死的位置 离这个二楼近一点 这样的话 他一开机啊 你一个上一个下 他没法把握你的位置呀 他就没法投镜子 那么投了镜子 你死在二楼 那么让挂久一点 挂十几秒哎 能照样也是能开的 所以说真的六红夫人 你要一定要学会 思路是非常非常关键啊 他这没什么一个太大一个这个差别啊 好 希望这边的话可以帮 点点赞哦 谢谢你们